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大家 我量哥又到了我们每周一 这个量有问答的时间 那我们就迅速进入网友的提问 我跟各位网友报告 我们大部分的题目都有回答 那所以说是不是经过 那么量哥筛选事实上很少 几乎没有 我们这个是昏述不计 所以各种问题都回答 那除非是太离金 跟这个世界完全无关 这个第一个是regret pay 请问量哥 美国日前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射程可以到达北京 企图不言可遇 是否会对两岸造成冲击 中国大陆又该怎么因应保平安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美国部署就特别严重 比如说日本 日本他就刻意跟美国讲说他自己部署 所以日本就从美国买战斧飞弹 然后他自己要 这个发展这个三菱重工 要做这个一千公里的长城飞弹 日本就说我有那个自我防卫的权利 而且我不能够让美国来摆布 可是如果是美国部署那就很严重 不管是部署在日本或部署在菲律宾 都很严重 因为什么叫中程导弹 中程导弹如果要有意义就是 他装了核弹头 我们知道古巴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这个美国到底现在在菲律宾的 中程导弹是什么性质啊 因为本来这个印太的陆军司令他说 说他将要在印太地区 要部署标六导弹 标六 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记得是巡弋飞弹 那他还没有说要部署哪里 他只有说年底前要部署 那地点跟时间都没有讲 只有讲年底前 结果我突然之间就传出来说 菲律宾已经部署好了 这个很令人震惊啊 我说实在啦 我认为这件事情 如果菲律宾没有给中国大陆一个交代 那你要中非关系改善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啦 那尤其是美军未来在菲律宾 这个相关的飞弹基地的进出 中国大陆一定会严密监控 就是基本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啦 我坦白说啦 你从菲律宾事实上也可以打到其他地方啊 所以严格讲你不是只有打到中国大陆啊 坦白讲会非常严重 我认为中非关系改善基本无望 那至于中国大陆就会开始清查到底是哪一类型的中岛 然后也会去注意 是不是美国把核导弹给运进去 不管怎样都非常严重 那至于这个跟两岸有什么关系啊 我认为不是那么直接啦 讲白的就是美非用共同防御条约来夹带中程导弹进场嘛 就是这样啊 跟台湾不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 OK 老暖心的大牌亮哥 美国新生代的政客 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优秀人物 今年那个去中国大陆民主党的加州州长那个Newson 又很优秀啊 这个可是 他选总统就是没有机会啊 就是这样啊 加州也是个帅哥啊 那中国大陆也给他很高的礼遇啊 因为也看他 即使不是2024 那也是2028热门候选人啊 可是他现在的民调落后拜登多远你知道吗 他的民调不到10% 这有什么办法 这个就好像共和党 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那个Desantis Desantis本来大家以为他可以跟特朗普一拼啊 结果Desantis的民调落后特朗普30% 这个坦白讲是美国的悲哀啦 就说你这两个老头啊 搞了半天都还是他们两个的局面 那美国有将近 这个 大概55到60%的人 希望这两个人不要再选 结果你选了选去还是这两个人再选 所以你说新生代的政客 有没有优秀的 有啊 那个我认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还有 前加州州长Newson 这两个人都不错啊 可是 没有机会啊 然后有一些人很年轻啊 可是 尤其是共和党啊 他很早就意识形态化了 这个就很麻烦 那 这个就是美国整个的氛围啦 所以我认为 坦白说啦 我现在看到 新生代的美国政治文物 让我眼睛一亮的人就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就先入为主就直接用意识形态来 来观察这整个世界 那事实上问题是很多的啦 亮 这个叫 Chain E-ling 5353 亮哥林好 请教中美政界选嫌与人的政策分别 中国共产党改善科举制度会对民主选举制度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以目前来看两种制度哪个占优 其实中美最大的差别不是选啊 是政党啊 美国就是一个政党竞争的制度嘛 所以 而且基本上是 对立式的政党竞争 我们叫 Atversary Party Competition 叫敌对式的政党竞争 事实上 这个西方的民主制的定义都是这样 就是它是敌对的政党竞争 那他们相信 这个政党竞争 可以 取长补短啊 那经过理性的议题竞争啊 那大家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 那这个显然是太天真了 你去看台湾你就知道了 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杀成这样 有在讨论议题吗 可能更多的是人身攻击啊 美国也是啊 美国也是民粹 意识形态化 民粹动员选民的情绪 还有人身攻击都越来越多啊 就是这样啊 而且现在网路媒体介入 那铺天盖地都是人身攻击啊 我说实在啊 那中国大陆的制度是这样啊 中国大陆是 因为它是一党制嘛 所以它另外的政党坦白说啦 都是在野监督的政党 执政党就只有一个啊 那也许它会争拔一些 我们讲那个协商的政党 来入阁啦 有啦也是有啦 可是就不是主要的执政党 主要的执政党就共产党嘛 那共产党当然它党员众多啦 有9000多万人啊 那就由基层各从各种指标来选拔啊 所以有人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HR的公司啊 就是中组部啊 中国共产党的中组部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人力公司 人力资源 选拔的公司啦 那我觉得它可以确保第一个精英的 基本的条件啊 中国大陆大概当到党委书记 每一个都一定有相当的本事啊 不然你不可能爬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一定的啊 就是精英的个别条件 那 竞争也很激烈啦 我说实在 虽然不是用老百姓直接选举 可是党内的竞争还是很激烈啦 你说有没有说上面指定说谁一定要上来 坦白讲你如果被人家举报啦 或者你个人有问题你还是上不去啦 说实在啊 可是这个制度的问题啊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也看到了 就是监督的问题啦 说实在 或者是说 对老百姓的生活中出现议题的反应速度的问题 监督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市的书记 谁来监督 因为他掌握很多权力嘛 那基本上 那个人大跟他也不是完全的敌对的制衡关系 所以他的监督 是凭什么 那我知道中国大陆也在用监察制度啦 用这个纪委啦 用这样来监督 可是这跟民主制度不一样嘛 那如果大家同流合污的时候你就监督不到啦 当然理论上我讲白了啦 因为我在台湾也搞政治啊 你说两个敌对政党的竞争那会不会互相勾结啊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民进党跟国民党 他们会不会互相勾结也有啊 也有啊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腐败的问题啦 简单讲就是这个共产党他 比较缺乏一个完全外部的体系来监督啦 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党的权力比较大 那第二个就是 对老百姓的一些议题的立即反应速度 那这个当然就接受到媒体的开放的程度 那因为大陆的制度就是 媒体基本上也一定有政党的力量在里面嘛 那在台湾媒体就没有跟你客气的 那这个也是有好有坏 所以你说哪一个占优啊 我只能够说就政策的持续性跟长期规划的能力 那中国大陆是比较优 你看美国你就知道了嘛 美国要超过十年的国家长期规划 几乎不可能 那第二个就是 中国大陆大概可以确保基因的一些基本素质 那你常常会看到美国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当选 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会当选啊 不 现在就是拜登跟特朗普啊 你要怎样 就是这样啊 OK 那个中国大陆还有年龄限制 那这两个人你要怎么弄啊 那这两个人你要怎么弄啊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亮哥你好 请问在美国的华裔有没有可能做总统 我认为不可能 不可能 我跟你讲啊 美国的 少数族裔要选上总统 比如说奥巴马 非洲裔在美国大概有14%左右 那目前拉丁裔不断在成长 拉丁裔有可能会成长到20% 华裔才多少人啊 华裔在美国大概只有600万人 那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美国是3亿4千万的人口 那 那个 我们讲那个 拉丁裔如果是20%就是6千多万 你华裔才600万你怎么弄啊 所以我认为不太可能啊 不太可能啊 美国连女生能不能当总统都还没经过考验呢 哪伦的道理 这么小的少数民族 不可能啊 事实上美国最有机会像华裔人数这样 最有机会选总统的应该是犹太人啊 因为犹太人的势力很庞大 还有金主啊等等 犹太人在美国的人口也接近600万 跟华裔差不多 可是你到现在也没有看过犹太裔的总统 没有啊 就是他们也没这个本事啊 不过他们很厉害啦 那个总统几乎都跟他们有关系啦 比如说拜登的老婆 就是犹太裔啊 这个Jill Biden 犹太人 那特朗普的女儿那个 伊方卡也是嫁给犹太人 那个犹太人很厉害啦 这个华裔 华裔好像还没有跟 美国的总统家族攀上亲戚的啊 好像还没有看到 爬到最高的以前有赵小兰啊 当了交通部长 那运输部长 他们叫运输部长 那那个在上海有很大的企业啊 就是航运公司啊 可是总统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这个像印度人就比较厉害啦 我说实在 相对于华裔啊 印度人人数也是差不多 可是你看那贺锦丽 贺锦丽就是印度裔啊 那贺锦丽是加州的啊 那贺锦丽他是加州的州检察官 那个加州的华裔都支持贺锦丽啊 所以印度人比较会搞政治 不过这个坦白讲跟英文有关啦 就是印度裔很多精英从小就讲英文啊 那第二就是讲白了啦 美国跟印度正在度蜜月啊 美国现在跟中国关系这么差 所以你华裔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啊 美中在斗争嘛 那美国跟印度正在好嘞 所以印度裔在美国就不会被有色眼光来看待 事实上刚跟特朗普打过初选那一位 尼克利也是印度裔 也是印度裔啊 所以印度裔是搞政治是一流的啦 胡作梦亮哥 请问真的有国运这回事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我跟你讲 中国国运就是好的要命啊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2000年啊 这个美国是碰到911吗 911之后 那他逐渐的 911就是对中国就是一个运气嘛 那美国把整个国力都弄到中东去了嘛 去打伊拉克去打阿富汗 搞了恐怖组织啊 本来美国在2000年初 就已经警觉到中国在崛起了 那本来他们要 在西太平洋的海军要增加部署 结果就发生911啊 所以我坦白说啦 中国真的是要感谢宾拉登啊 宾拉登让美国 一直到2014年 整个焦点都放在中东 15年的时间 那接下来啊 2008美国又爆发了金融海啸啊 我跟你讲光是这两件事啊 这个911让美国整个国防偏向中东 大概让美国花掉了五六兆美元以上 然后2008发生了金融海啸 然后中国大陆不是 中国版的QE嘛 这是大量的财政扩张 结果使得中国内需跟一带一路迅速扩张开啦 这个都有原因的啦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呢 怎么知道哪一天会发生911事件 哪一天会发生金融危机 你可以说这里面有偶然中的必然啊 就美国你就是这样搞嘛 搞到中东天怒人怨 所以你早晚会爆发宾拉登这种事啊 911啊 或者是你的金融体制就是 都让金融资本在那边乱搞嘛 所以爆发金融海啸也是早晚的问题啊 可是它发生的时间点啊 真的就是中国大陆 关键时刻啦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2019年的新冠肺炎啊 新冠肺炎对中国也是很有利啊 因为中国大陆 藉由它强力的压制 大概在一年不到就把它打压下去了 那你去看欧美的疫情 搞了两三年啊不是嘛 所以啊 这种东西就是国运啊 这要怎么解释呢 很多啦 还有第一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 如果没有西班牙流感会那么快结束吗 西班牙流感大概让第一次大战 死了多少人啊 全世界啊 大概死了1亿人 西班牙流感就是 在一次大战的末期爆发的 1918年 所以很难讲啊 赖9822 亮哥啊 请问北韩跟南韩开战的可能性啊 古巴与南韩建交对南北韩的影响 我先回答后者啦 我觉得还好啦 就是古巴你也要尊重人家啊 那个北韩凭什么去说 古巴不能够跟别人交往 因为很多国家也同时跟南北韩都建交啊 因为南北韩都已经参加联合国啦 所以基本上并没有这种外交的 汉贼不两立的问题 并没有啊 然后北韩跟南韩开战的可能性啊 这个坦白讲取决于中国跟俄罗斯啊 在后面拉住金正恩的力道啊 那这个也跟南韩尹熙悦 要不要一面倒向美国日本有关啊 如果尹熙悦够聪明 你就要在这之间扮演一定程度 你不要一面倒向美国跟日本啊 那这样北韩跟韩国如果发生冲突 我估计也会是局部的啦 比如像那个盐平岛的事件 那个就是冲突啊 他直接开炮啊 大概是那一类的 可是要全面打开我认为不太会啦 那这个取决于尹熙悦啦 不过我最近感觉到尹熙悦 在国会大选惨败之后 可能会开始修他的路线啊 就基本上他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疯了啦 因为他发现他一面倒向美国啊 去美国唱阿曼人干派啊 那对于他的国会选举也没什么帮助啊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学乖啦 还有他的老婆不能乱跑啦 他老婆已经失踪了120天了你知道吗 不敢让他被媒体看到啊 那老婆就一天到晚在乱乱东西啊 这也是很麻烦啊 这个UserXU8 LN8 WJ2B 欧美的零和游戏非得玩到底吗 认清的那一天世界会变成怎样 人类还有救吗 亮哥是悲观还是乐观 我坦白说你要感谢核子武器啦 你敢玩到底你敢玩多疯啊 核子器互相丢地球就没了啦 来搞什么啊 我坦白说啊 如果没有核子武器啊 第二次大战一定又再爆发 因为人类就是这样嘛 坦白讲我对人类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这我也不信什么 联合国建立了啦 然后什么 WTO建立了啦 那大国就会受到约束了 没有啊美国有受到约束吗 联合国早就建立了啊 美国有在受联合国约束吗 对不对 那美国为什么不敢乱去打跟大国开战 美国都只会打那个中小国家啊 对不对 打伊拉克打阿富汗 对不对 以前还打越南啊 不是这样吗 你怎么不去跟俄罗斯打打看 欺软怕硬嘛 那为什么他不打 因为人家有核武器嘛 欸我们不要讲那么大支的啦 朝鲜呢 北朝鲜有核武器啊 美国怎么不去打 对不对 所以金正恩我讲白了 金正恩的判断是正确的啊 北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正确的啊 我跟你讲 北朝鲜如果没有发展核武器啊 他一定是第二个利比亚 他搞不好跟卡杂飞一样 就被乱枪打死啊 就这样啊 像你北朝鲜这样的国家你怎么保护自己 那除非你整个像俄罗斯或中国屈服啊 那可是你不愿意嘛 你要维持你一定的独立自主嘛 那你没有核武器你怎么保护自己 就历史已经证明核子武器是有效的嘛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也不敢去打伊朗啊 不是吗 然后巴基斯坦跟印度那边闹翻天 也没有真的打起来啊 因为两个都有核武器啊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啊 我是相信核子武器可以避免大国交战 所以世界的冲突就是有限的规模啊 就是这样啊 那你如果小国还搞不清楚啊 在里面被大国玩来玩去 那就你自己笨啊 就是这样 东北菜就东北酒 亮哥辛苦注意休息 亮哥你说老美到处说中国产能过剩 要和欧洲联合抵制 背后是不是也为了打击国内的就业 打压企业的投资 延缓国内经济的发展 当然啊 他当然第一个是 认为中国的 我讲的是电动车啦 他的电动车的崛起 看起来是 望风披靡啦 在全世界大概就是出口会不断的成长嘛 比如说欧洲就最明显嘛 从1%变成6% 那接下来可能要到15%啦 所以他就乱掰理由来打你嘛 他也不拿数据出来嘛 那我觉得欧洲人就比较讲理啦 所以你说 美国要跟欧洲联合抵制我认为不容易啦 欧洲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对策 那可是 欧洲人会至少要拿出 科学的数据 来证明你有没有请销嘛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嘛 你说产能过剩 那我们用汽车行业嘛 德国的汽车75%外销 韩国的汽车70%外销 日本的汽车50%外销 你怎么不去说他产能过剩啊 中国大陆现在外销只有他的整个总产能的15% 所以这个说不过去啦 我刚刚引用的数字是美国蓬勃的资料 就是连美国的财经媒体都看不下去啊 你不能这样恶搞嘛 你要拿出数据啊 而且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的市政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他说如果你是产能过剩开始倾销全世界 那你应该卖到国外的车 会比国内还便宜吧 可是中国是倒过来耶 中国国内的车是比较便宜啊 卖到海外的车是比较贵啊 他是倒过来的啊 所以都不符合产能过剩的经济的理论嘛 所以坦白讲 不会成功啦 我认为比如说德国已经表态啦 德国那个朔尔兹到北京嘛 他已经表态了 他们不会阻止 中国大陆的太阳能产品进去德国 那他只是说我们会补贴我们的产业 可是我不会禁止中国进来 大概是这样 用户五八四四九八五一七九二三三 想请亮哥检会一下 如果两岸如有不测 在外面的几万亿美元被没收或者冻结 咋办 就看不测几天啊 我坦白讲啦 你如果不测像俄乌战争搞了两年 那你就没了啦 我讲白了啦 美国就把你没收了啦 所以啊 中国大陆自从蔡正元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 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要倒台湾啊 就看他的美元资产处理到什么程度了 中国大陆的美元资产 美债大概还有将近八千亿 美元资产还有两兆五千亿啊 所以中国大陆的总美元资产大概还有三兆多 那你去看俄罗斯 俄罗斯倒乌克兰之间就已经处理到差不多了 俄罗斯本来美元资产大概有五六千亿啊 他处理到接近 他只剩下三千亿 那现在不是被冻结吗 中国大陆的美元资产是俄罗斯的十倍啊 十倍啊 所以基本上 这是蔡正元说的啊 他是经济决定论 他说中国大陆还没有处理美元资产 降到一兆以下的时候 两岸应该不会开战 这是他的想法 我认为是这样啊 没有错啦 那当然两岸最好不要开战 这个中韩投资 接地际的交流 感谢亮哥 下期想问一下亮哥 俄乌战争 欧美提供的军事援助资金援助 一旦乌克兰战败 乌克兰会不会没有土地使用权 欧美资助的资金要不要归还 还是义务之词 当然不是义务之词啦 你不要做梦啦 我跟你讲啊 那个美国在二战的 所谓的租借 那也是要还的啊 美国就只有马歇尔计划是不用还的 那个是战后的事情 战争的借款还有租借都是要还的啦 你说乌克兰怎么还啊 不是说什么没有土地使用权 不是啦 美国也不会那么粗鲁啦 他就是要你拿出主权担保 什么叫主权担保 比如说你的电价 那你的老百姓生活就要苦一点啊 你的电价要加10% 这10%就是要还美国的 就是这样啊 我从你的公用事业科增额外的税啊 这个叫做主权债券嘛 就是你乌克兰到时候要重建你的经济嘛 那你怎么办 你有担保吗 你有担保啊 就是你国家所拥有的各种资产来当担保嘛 包括国有地 国有的公用设施水电啊 因为那老百姓一定要用啊 那还有你的国营事业啊 拿来当担保 那到时候从你的收入 我直接给你卡掉10%啊 来偿还主权债券啊 就这样啊 美国市场已经进驻了啦 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美国人太厉害了啦 美国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叫贝莱德 BlackRock 早就进去乌克兰啊 那就在跟乌克兰谈 主权债券 要用什么担保 然后你只要做出担保 美国人就会帮你卖啦 因为有很多保险公司 他都需要那个固定收益基金嘛 那你这个东西如果保证每年 可以有5到10%的收入 他们会接受的啦 那你等于就是拿国家出来卖啦 就是这样 可是这个不叫卖啦 这个叫我从你的每年的收益里面给你 比如说你的店价 店价假设本来一度店 假设我们一度店是 我们说用台币算啦 假设一度店本来是 这个4块钱台币啦 那现在就变成5块啊 那20%就被他抽走了 就是这样啊 那谁倒霉 你所有的老百姓倒霉啦 就等于是大家都在还钱嘛 就是这样啊 那持续多久 持续到还完为止啊 所以我跟你讲啊 中国大陆跟苏联啊 二战的钱有没有还 有还啊 大概还了三四十年才还完了 我跟你讲啊 可是基本上可以还的啦 不是不能还的 绝对不是免费的啦 你不要 你不要做梦了啦 不要做梦了 这个user OY4CQ8XB6X 两个台湾除了台北时报的英文版 前中时也有啊 呃 其他还有什么英文版呢 请汇语告知 大概 英文报纸这个台北TIME 是自由时报的嘛 那 以前还有China Post 叫中国邮报 China Post 应该还在啊 那以前还有一个叫做台湾news 台湾news叫台湾新闻 不过台湾news好像不见了 那后来中央社也搞了一个英文版 好像叫Focus Taiwan 就台湾焦点 Focus Taiwan 大概是这样 台湾 那当然还有光华杂志啦 光华杂志那不一样的是月刊啦 大概是这样 我认为看台北TIME台北时报跟China Post就够了啦 那个中国邮报 看这两个就够了啦 大概是这样 那Win10704 亮哥好能不能说说美国总统选举制度 理论上是否有可能用四分之一投票人 赢得半数选举人票而得到总统宝座 你的选票要非常精道啦 因为坦白有一些州啊 已经固定输赢了啦 比如说纽约州那一定是民主党的 那德州一定是共和党的 那加州大概也是民主党的 那你说你只有四分之一的投票人数啊 那你就要在每一个摇摆州都刚好赢啊 那你实在太厉害了 美国没有这种总统 我跟你讲 美国的总统投票到目前为止 大概投票率都还在55左右啦 他投票率没有很低啦 国会是有时候会低于45啊 国会 可是总统还是会有55啊 那所以你不太可能用四分之一来赢啊 因为55基本上出来投票的人数就有一定数嘛 所以你不太可能拿那么少票啦 不过有没有说你的总票数赢 结果在选举人票输掉的 有 发生过好几次 那所以很多人在检讨啦 说美国有必要特别照顾某些州吗 尤其有些州这么悬殊啦 比如说加州 民主党永远都赢嘛 那民主党在加州如果 只拿到55%的得票 你全拿选举人票这样合理吗 事实上所有的民主国家已经没有人在用选举人票了 都是直选啦 所以这个制度确实有人讨论过啦 可是我跟你讲 美国啊 这些制度要修都要修限 那难度太高了 太高了 这个威耶利5259 请问亮哥是否分享一下当年是如何确定人生目标的 我其实没有怎么确定 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 因为我本来想当学者啊 真的啊 我跟你讲我那个求学过程就这么复杂了 我本来念台大机械系啊 那后来转到台大心理系啊 那后来念台大社会学硕士啊 后来到美国改练政治啊 你看光是练系就练了四个 对不对 那 当时在美国 拿到耶鲁政治系博士的学位 那回来台湾就想教书啊 那哪里知道回来台湾之后 就 反正就台湾就到处都在闹政治运动啊 那就被卷进去了啊 我回来台湾我是1995年毕业的 那陈学扁第一次参选就是2000年啊 那我就已经在协助他做文宣啊 那是2000年等于是我回来的第五年啊 那隔年我就参选了 2001年 那亮哥是40岁的时候 也没想到就真的当选了 因为坦白说啦 40岁没有任何家世背景 第一次参选选上 坦白讲很不容易啦 我后来去看一些人 像我类似经历的真的很少 大部分都有背景啊 那事后真的很后怕啦 说那时候怎么勇敢成这样啊 因为那次我出来选 选到一半就发现家里就没钱了 真的是没钱啊 那可是选情就越来越好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天工在帮忙 反正我就跟你讲 那因为你选情越来越好 那政治现金就一直进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怎么确立目标 我觉得因为走来啦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 我应该是说我想帮台湾做点事啦 那广义讲就是希望有影响力啦 就是这样 从政是建立影响力的方法之一嘛 那后来因为我就在 科技委员会跟财经相关的财政委员会 所以我后来对经济就越来越熟 所以我就发现 也一定要影响一些政策啦 两岸啦等等啦 事实上有很多管道啦 从政只是管道之一啦 那结果也没想到 林老住花虫变成网红啊 就这样啊 坦白讲 这绝对不是计划出来的 不是 可是我坦白讲啊 我如果不是经历过人生那么多经验 要读那么多书 我也不可能成为现在这种网红啊 因为我这种网红是知识性的 这要有一点积累啦 所以 你说那是不是规划出来 不是 坦白讲真不是啊 那可是 还是有朝一个抽象的目标在前进 就是希望能够对社会 有影响力啦 大概是这样啊 那这个社会当然广益啦 现在就越来越野心越来越大 希望对台湾啊 对两岸 对大陆都有一点影响力 大概是这样啊 这个曼斯坦英啊 世界读书日要到了 希望亮哥推荐几本书 谢谢 这个题目真大 不过我跟你讲啊 因为最近头条 要我们做一个简单书评 我倒是推荐了一本书啊 那本书叫1941 那本书很有意思啊 那个2019年的书 那大陆把它翻译出来了 大陆看书真有眼光啊 这本书台湾没有啊 就叫1941 副题是什么呢 副题叫 德国走向失败的一年 1941之前德国纳粹是 全面性的胜利啊 那1941他到底是做了哪些决策 那导致他就注定他要失败 这个作者非常有历史眼光啦 因为研究纳粹的书实在太多了 独具慧眼啦 现在再写一本啊 那结果立刻在美国变成畅销书 我就是喜欢这一类的书啦 就是说啊 因为我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太 堂而皇之的书啦 讲的体系大得要死啊 我希望能够从 历史的细节啊 然后去看历史趋势的演变这种书 这种书我特别推荐 我如果看到好的书 我就会推荐这样的书啊 因为 所以我看的传记比看 通史还要多啊 因为传记就是描述个别历史人物 自己怎么捉摸啊 怎么努力啊 奋斗啊 然后去影响历史的过程啊 那每个都是巨细迷移啊 所以我知道很多细节啊 我认为读书 读到了一定程度啊 如果你是想要有所行动 那你一定要了解历史的细节啊 这样才会有用啊 那不要只空有理论啊 不了解历史的现实啊 先想到一本 你看我们最近就会贴出这本书啊 1941这本书啊 乘风破浪的宇宙WT 现在国际法庭怎么不来说话呢 国际法庭啊 国际法庭你认为有用吗 像美国国际刑事法 又根本没有参加啊 所以坦白讲啊 那上次 那个 南海仲裁 这菲律宾给你乱搞一个什么国际什么仲裁法庭 那根本就是假的啊 那美国还不是强 用各种力量来 说那个是有约束力的 那中国大陆从头到尾都不承认 国际法庭我跟你讲啊 对于强权揭入的战争啊 他是无人为力的啊 坦白讲联合国安理会都无人为力了 你国际法庭会能够做什么事啊 所以武昌啊 借入了战争 联合国跟国际法庭基本上都没有用啊 这就是现实啊 所以我会 为什么我后来就念国际政治跟国际经济啊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力量是高于法律啊 虽然这是不幸的事情啊 可是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 有一些资本 有一些政治的力量 他就是不受法律的约束啊 那到底他是如何运作啊 这恐怕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用户13504 3573 9078 以后会不会毁掉犹太平族的罪人是纳坦亚胡 我坦白讲他如果再硬干下去 然后以色列人再不去制止他 那我坦白说啊 全世界对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同情 从此抹杀殆尽 没有人会同情你了啦 就你犹太人是累积了在欧洲被纳粹屠杀 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同情 所以人家对你做的一些事情啊 以前还睁一眼不一眼啊 那现在媒体那么发达 你把那个巴勒斯坦人屠杀成这样 都已经死了三万三千人了 你还要怎样 这个就是他基本上没有从历史来反省自己嘛 而且我在我的节目我一直在跟各位讲嘛 以色列的犹太人 现在大概就是八百万 他周边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 总体算出来是四亿人啊 你八百万的犹太人 被四亿的穆斯林人口包围 你可以这样永远硬干到底吗 你以为人家都没有进步的时候吗 人家的科技 军武也会进步啊 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表达自我亮哥可以讲一讲 台湾的政治制度吗 通俗易懂全面有提纲气领的教授可以吗 台湾的政治制度就是自连选一次嘛 可是台湾这个制度有问题啊 因为他是相对多数当选 所以这次赖清德就是40%当选的 可是你去看法国 法国就是第一轮 你要弄出一个两人对决 那最后 就是一定那个人一定会过半 我觉得这个才是合理的嘛 我坦白说如果这次台湾的制度是两轮选举 赖清德就不一定会当选 比如说美国为什么要换算成 选举人啊 他就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个过半的总统 不然如果很多人出来选你怎么办 因为台湾就碰到了 可是柯文哲一个人就拿了26% 结果赖清德只拿40% 那另外一个就是民意代表的选举 那民意代表的选举是113席嘛 然后73席是区域的 40席是政党比例 就是这样啊 就是算政党得票 那73席就是一区选一个 一区大概是人口是30万 大概是这样 那可是台湾基本上 如果你在立法机构 你比如说假设赖清德的民进党 在立法机构是过半啊 他就全力一把抓啦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种制度 我还是觉得在领导人那个部分 应该要强制过半啊 会比较合理啦 大概是这样啊 任小协AF亮哥 从小政治课就学经济基础决定上成建筑 经济上来讲 中国要做高价值高科技的产业 势必会与欧美日韩竞争 淘汰的产业往内陆和第三世界发展 第三世界当然会欢迎 两个半球的分裂中国有办法破局吗 感觉战略上好难 你也不要忘自菲薄啦 不然美国紧张什么啊 对不对 那个 这一次 这个两会啊 我们看到李强提出这个新职生产力 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啦 跟你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高价值的高科技嘛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有很多东西都做得不错啊 比如说德国怎么会紧张呢 德国是已开发国家里面有名的制造强国耶 他紧张什么 比如说工具机 工具机以前 德国就认为中国大概只能够做低端的嘛 那现在中国大概有一些中高端的也做出来了 那比如说最明显是电动车嘛 后来居上 对不对 那手机 这个华为人家也做到 今年大概做到无赖你了 对不对 那还有很多啦 太阳人的产品 那还有很多啊 振华重工 这个码头的龙门钓都是 中国大陆做的啊 还有啊比如说造船业 造船业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超过50%了 全世界 韩国现在退到大概37% 中国大陆过半啊 然后航天不是做C919吗 这个以前都是一定要去买外国 像不是买这个空客都是买波音嘛 那中国大陆也做出来了 所以我坦白说啦这个 我们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啊 中国大陆是满了不起的啦 就是说你在文革那个时候 19200 1978年到现在多少年 到现在才46年啊 你46年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 我们说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科技产业 大概都有了 那有一些甚至还领先全世界啊 比如说我这个 我上礼拜不是介绍北斗吗 中国的北斗还赢过了美国的GPS 它2020年才建构了全球的GPS 那2024在很多的指标就已经超过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坚持工业的发展是正确的道路 那工业发展再往前当然就是科技要更加的累积嘛 那我觉得坚持制造业是对的啦 那到目前为止其实你应该要引以为傲才是啦 因为类似中国大陆这样的国家 我跟你讲没有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 印度都说不上 真的没有第二个 幽默旭日8Q 亮哥可以像亮哥可以问你吗 你如果看在龙印台口中的 我不在乎大国崛起 我只在乎小平尊言这句话 如果不变可以忽略 龙印台我也认识啊 我当然知道他讲这个啦 什么 请用文明说服我啦 之类的我都听过了 他就是在讲说人民生活的品质 价值才是更重要的 这个也很难说他不对啦 可是你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作为保护伞 那老百姓的有品质的生活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 我觉得你恐怕把这个问题想的太简单了啦 比如说当年的上海也发展的不错啊 那时候是亚洲第一大城欸 超过东京啊 那上海自己活得好 那整个中国怎么办啊 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些数据啊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啊 中国大陆到1949年的四字率啊 四字率啊 不到10% 你就知道发展有多倾斜 多不均 中国大陆的工业 你如果把上海跟东北去掉 剩下多少 可能高度集中啊 上海跟东北可能占了将近90% 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什么样的社会 贫富不均到什么程度 教育不均 这个所以我啊 我坦白讲我会从 大的格局来看 个人啊 你作为一个小市民事啊 你要得到生活的保障啊 可是你上海能够独立吗 你上海就在列强的各种租界里面讨生活吗 然后国共内战啊 而不是打来打去 那你上海这样就可以确保市民的尊严吗 是这样吗 不是吧 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大陆 以上海为背景的各种间谍战的连续剧了 我也看很多 所以坦白讲小我还是要有大我 作为保护啦 我事实上我看多 比如说你看日本嘛 日本坦白说它的市民的水平不错啊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都不错啊 可是美国就是掐着它啊 它没有办法独立自主啊 所以它1980年的经济的光辉时代它掌握得住吗 没有欸 我跟你讲啊 日本的国民所得在1980年代啊 是美国的60% 那个时候美国就很紧张啊 就决定要去打压它 日本现在的GDP是多少 大概5.2兆 美国已经25兆 结果你现在变成美国的 将近四分之一 那请问你日本为什么会沦落这些年啊 从60% 跌到26%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独立自主嘛 美国就决定打压你嘛 你的半导体就没了嘛 日币被迫升值嘛 一大堆问题嘛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越过红线了 中国大陆 去年因为美元升值比较不准啊 前年 前年中国的GDP已经是美国的77% 美国怎么可能不以你为对手 那你说我只在乎小视频的尊严 所以要怎样 那难道你对美国这种外来的压力 你就不用去面对吗 所以我觉得恐怕问题不能够这样 对立来看 大国崛起的大背景很重要的 那你说你在乎小视频的尊严 那你去看德国吧 德国现在有尊严吗 北溪被炸啊 德国的人员涨了多少% 那德国能够对美国怎样 德国人民有尊严吗 所以大我小我都要一起看 会比较公道 我相信啊 参与中国革命的人人自私 从国民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他们不可能没看到你这个问题 从小我到大我 他们都想过的了 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最好不要对立来看 这个小我大我 是要一起成长的了 经典武侠片段 教授是否认为大陆政府现在是开始在主动布局 主动触统 我觉得 是 我同意 因为反独 基本上拜登都已经一再讲了 不支持台独啊 对不对 那触统就是说用什么方式了 去年11月讲这个闽台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个大概就是第一招了 那接下来很可能像 马锡二会他们就在谈嘛 是不是可以促进更多 青年朋友的交流嘛 所以最近红袖柱 又要带200个人去大陆嘛 那马英九也说 他要邀请大陆的年轻人到台湾嘛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啦 就是 两岸的未来还是在年轻朋友啦 他们要多认识 多互相观摩啦 那成为好朋友 来共谋出路嘛 大概是这样啦 帅逃815亮哥很多人都说美国不降席 就是等着外国崩溃进行收割 如果这次美国自己撑不住 不得不降席会出现什么状况 感觉日本有点顶不住了 中国现在也很难受 我认为美国非降席不可 我跟你讲啊 美国国债的利息 明年有人估计最高 可能要还一兆两千亿美元 最少也是一兆美元 超过国防预算 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八千九百亿美元 你光是国债还利息 就一兆了耶 你怎么弄啊 你还升息 升息个鬼啊 升息 所以只能降息啦 那本来大家预期是 今年的下半年有机会降息嘛 那可是现在这个加沙战争打成这样 所以谁知道啊 所以因为美国最近这个油价又涨回到90 这个谁知道呢 我认为美国不可能不降息啦 那一旦降息啊 那就恭喜中国大陆啦 因为整个国际的货币基金就会开始转 它就会开始部分的离开美国啦 那我敢说全世界最值得货币基金去投资的就是印度跟中国啦 就是这样 中国现在当然很难受啊 我知道啊 可是你必须挺过去啊 没有办法啊 事实上中国大陆现在立息 还有降息的空间啊 那 这个美国大陆已经没有升息的空间了啦 大概是这样 这个沙漠罩2357 亮哥换国民党会不会更难谈统一 换国民党啊 国民党如果没有 这个自我改革啊 要谈执政还早咧 比如说我今天 在我的直播我刚才讲说习近平 在见马英九的时候抛出中华民族认同这个议题啊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啊 国民党如果连这个议题都不敢回应 那你要执政什么啊 你两岸论述不能够都只有九二共识啊 都只想赚钱啊 你要有一点积极的目标吧 不能一天到晚都只会谈说要避免战争啊 这一些啊 你要是要抬一些积极面吧 就是你要抬一些两岸可以做什么 为什么非你国民党来执政不可 因为老百姓都会问一些问题嘛 就是那到底选你有什么差别啊 可以做什么 而不是说避战啊 不然你们讲赖清德讲了半天 万一未来四年没有发生战争呢 那你怎么选啊 当然我认为赖清德 这个现在是紧张的要命啊 所以我也不认为他会乱动啊 所以他第一年全部都是蔡英文的这个团队嘛 这有关那个安全的部分嘛 所以我是觉得再看看啦再看看啦 这个国民党要勇于把握机会啦 提出比较有愿景的主张啦 不然能不能执政都还很难讲 还什么很统一 这两个是有连带关系的啦 因为他竟然就是给人家感觉景小胜微啊 不太有胆量的样子嘛 坦白讲今年如果换个主席看看啦 搞不好卢秀燕要回来选当主席啊 对不对 那这个朱立伦跟卢秀燕我都认识了 搞不好卢秀燕可以带来一关新的风景啊 这个温柔清零4NQ 亮哥对会议下调中国信用评级怎么看 这个也没什么啊 我认为这个反正三大信民公司 本来就都是美国的嘛 那他们都是看美国的报告啊 所以 会议下调中国信用 刚好跟 City Bank 花旗银行 还有高盛投资银行的评估刚好相反 所以反正 它就是一家美国的投资机构 就是这样啊 所以 我也不认为它就代表一切啦 因为最近美国陆续有五家投资银行 都提高中国经济成长的预测 今年大概有五个percent左右 所以不要太紧张啦 不要只看到负面消息啦 也有很多正面消息 小强强灰灰 亮哥很喜欢你的新卡通光头形象 感谢耿传媒的设计 能不能谈一谈外蒙古的问题呢 是不是弯弯回归之后 下一个就轮到外蒙古了 谈谈你的看法 不会啦 中国大陆不会去统一外蒙古啦 你不要胡思乱想啦 外蒙古已经独立了嘛 就蒙古共和国啊 那中国大陆 而且 它的背后的背景是俄罗斯啊 所以 不可能啦 中国大陆也承认它啦 所以这个没有统一的问题啦 是 增加信任的问题啦 因为坦白说 中国跟蒙古曾经有一段时间交恶 而且它是一面倒向俄罗斯 所以就是要在中俄慢慢建立恢复信任之后 来带动蒙古改变看法啦 大概是这样 这个 好啦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到这个地方啦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发问 那亮哥呢 也会这个 尽量能够回答各位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下礼拜一 再有时间来 继续来我们量有问答时间 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